全国,抵押贷款再创新低,是否还有机会再下调? 根据数据显示,30年期房屋贷款利率跌至2.87% 这与去年同期相比,下降了整整1% 根据抵押新闻日报,首席执行官Mafiel Graham所说 目前平均可以拿到的抵押贷款利率是2.625% 这就意味着一些人可以拿到2.375%到2.5%的利率 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,导致国债的收益率也随之下跌 不过,这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市场上的变化 而美联储也开始购买更多的抵押支持债券 保持市场的流通性,减缓受到债券收益率下跌的影响 同时,投资者也担心新一轮抵押贷款 重新贷款将侵蚀债券的价值 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、协会数据显示 今年由于抵押贷款利率的下跌 许多贷款者都选择重新贷款 但是上周的申请数量就已经是年增长122% 而抵押贷款利率正处于有记录以来的低点 甚至市场分析该数字会继续走低 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经济再次陷入停滞 失业率再次上升,将会导致部分买房者再次进行重新贷款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